三大指数冲高毁落 反弹再一次熄火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发哥 欢迎收看今天的破坏视频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 在隔夜外围集体反弹的利好刺激之下 今天A股三大指数迎来了高开 并且在早盘一度有冲高 上升指数盘中一度涨幅接近1% 但是这种反弹持续的时间却非常短暂 在stamp之后就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回落 并且在午后2点左右权限翻率 那我们再看一下板块方面 今天领长的板块主要是供销售概念 抗菌面料啤酒概念 猪肉白酒职业教育表现活跃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我们会看到 今天主要是一些小的题材板块在反弹 大多数板块仍然在调整 尤其是赛道板块 今天再度走出了中阴线 那我们再看一下成交量 截止到下午2点过5分 两市总成交量只有5100亿 这个成交量比起昨天有小幅的放量 北向至今小幅竟买入 对市场影响不大 那么对于今天的行情 我们在五平当中的观点是 我们来看一下 两市一届五量 而且今天早上的反弹 它是始于外部 是属于跟随外部 而不是自发形成的反弹 另外在反弹的过程当中 是严重缺量 所以很难走出持续性 因此把今天早盘的反弹当做反筹就好 如果出现明显的拉高 要防止冲高回落 但事实上最后市场也出现了冲高回落 并且在午后翻率 所以五平的观点今天基本上是符合预期 那么具体的走势我们来看一下上证指数的日线图 我们可以看一下上证指数在最近这三个交易式 每天都在创新低 大家可以看一下连续三天的最低点 实际上它是在节节后退 重心在往下走 那么这里的话走成一个下跌中期的概率将会拉大 所以个人认为上证指数在短期内 大概率还会继续下探 短期支撑位可以看一下11月底的这个低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深层指的走势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深层指下方有一个缺口 那么这个缺口会不会回补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目前五次线和六次线形成的一个始差 那么也形成了目前深层指短线的压力位 所以大概率会往下走 那么往下走之后的话 同样我们也是看到11月底这个低点 在这个位置去找支撑 因此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上证指数还是深层指 总体走势都有往下的动人 所以短线上来讲的话 震荡调整是大概率事件 当然对于目前整个市场而言 最主要的还是年底资金面紧张 市场缺钱 加上目前存量资金信心不足 所以我们看到连续两次好的反弹机会 基本上都落空了 那么短线上来讲的话 我们需要适当的管住手做好防御 好指数层面我们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 今天我们用酒公共的形式来为大家呈现市场当中的9个热点板块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档则是职业教育白酒注入概念 在今天的话这三个方向临障两次 首先说到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板块在昨天晚上是出了利好 那么在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我们看到 它没有直接去高开 而是往下探了一下甚至冲了一个新低 然后再拉上来 那么对于这个走势个认为是值得去跟踪一下 因为如果资金要借助利好出货的话 那么大概率是高开然后充高回落 而今天职业教育板块却是先下探进行的洗盘再拉伸 所以对于这个板块个人认为大概率反弹会有延续性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白酒板块 白酒板块在连续调整几天之后 今天也是再度迎来了反弹 不过我们会看见 在反弹到上方主要套路盘区域之后就出现了明显的回落 对于这一波白酒 首先我们要讲到的是 在突破了8到9月套路盘之后 基本上已经见底 短期这两天的反弹 我们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高位反抽 这是一个减仓出局的机会 好我们再看一下猪肉概念 猪肉概念在昨天是出现了明显的指定信号 我们说看今天的表现 如果说反弹的话 那么就可以去持续跟踪一下 而今天的话确实也是走出了反弹 虽然充高之后有回落 但是总体的话重心结构又开始向上 更主要的是 目前猪肉价格已经回归到过度上涨区间之下 并且高层提出 可能会适时进行收处 来调节猪肉价格 所以猪肉板块最大的利空 基本上已经消除 短期之内反弹是大概率的事件 好我们再看一下第二档 主要是证券 风能 半导体 证券板块 今天又是一个冲高回落 并且目前会看到 跌幅达到0.56% 我们知道证券板块和大盘指数 密切相关 说实话昨天和今天的走势基本上都是和大盘同步 昨天冲高回落 大盘收率 今天冲高回落 大盘大概率仍然会收率 那么对证券板块而言的话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来讲已经有一个明显的下跌中继走势 所以短线上来讲的话将会继续向下寻找支撑 好我们再看一下风能板块 风能板块昨天是出现了反爆阴线 今天又是一根破位的中阴线出现 那么对于风能板块 我们知道它主要是属于赛道板块的代表 那么赛道板块走弱表明机构资金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那么对于市场也是属于一个压力 所以从这个层面而言的话 短期市场大概率会持续走弱 好我们再看一下半导体板块 半导体板块也是属于赛道板块当中的一部分 在跌破60均线之后 连续两天都是中阴线 而且形成了单边调整的走势 其性质和风能板块基本上类似 这表明的是机构资金 看淡市场 好我们再看第三档 主要是供销售概念 抗菌面料 新冠药物 这三个板块是个人认为 短期可能存在活跃机会的一些题材板块 首先是供销售概念 在近几个交易市我们可以看见 重新结构保持了一个向上 加上这是一个小题材板块 所以短期是有一定反弹机会 因为我们可以看见目前距离上方平台高点上还有一定的空间 所以这里的话可能还会存在一定的反弹延续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抗菌面料 抗菌面料在今天是一个跳空高开 然后冲高回落 从总体走势而言的话 目前有震荡调整的走势 加上今天这个冲高回落留下了较长的上影线 也表明目前上方继续上涨压力较大 不过作为短线活跃板块 这个位置如果出现调整 那么还会有反复的机会 所以调整下来会有机会 而如果继续拉高要注意风险 好我们最后再看一下新冠药物 目前来讲的话 新冠药物板块回调到前期平台的低位 这个位置来讲的话 如果说平台不破 那么有反弹的机会 而如果破了平台 那么就要小心防御 好今天的复盘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评论区见